反正就是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看我这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你一下 这个就是我自己问你 你有想去恢复中国国籍是不是 这个东西你办的怎么样了 我目前正在办 我目前正在办 我那天还说了呢 我礼拜五 我去了我们本地的市民服务中心去问 按照目前德国的这个法律 他不能给我就是中方这边要那个所谓的证明 也就是取消德国身份证明 这个证明他开不了给我 然后呢他给我一个 你看我还这个纸条在这里呢 他给我这个纸条上面呢 有个email 他叫我发email呢 给这个办公室 然后把我的情况跟他说说 我现在没有写email 我等一下我准备写 看看到时怎么给我回复 但是呢我德国伴侣说 应该不太不太叫什么乐观 因为目前德国法律是从 今年6月27号开始 是允许多重或者双重国籍了 那么这个证明应该是不会开给我 也就是说中国那边 他的前提是要这个证明 他才给我发 才发给我这个中国身份 但是德国这边呢 是不能开给我证明 所以就卡在这中间 不知道怎么办现在 OK 就德国的意思是说 我又不反对你去有别的国籍 对不对 所以我没有必要给你开 他说是你中国法律问题 不怪我是 不是不是我这问题 那么OK 也就是说要恢复中国国籍 你一定要取消你自己所在国的国籍 才可以恢复 是的 就是中国这边的临时馆 给我的说法就这样 我要先取消德国的国籍 拿到这个证明之后 他才会把中国身份发给我 OK 你德国是有那个 就如果你不拿德国国籍 你有那个就是永久居留可以吗 是不是可以的 并不一定啊 就是像我这样情况下可以 因为我是跟德国公民 他有所谓的相当于婚姻关系 以婚姻关系的形式呢 我可以办理德国的永久居留 但是普通的 他跟德国公民没有婚姻关系 这点我觉得比较困难 也就是说你到时拿德国 拿中国身份之后 你在德国如果没有工作 可能你就得离开德国了 具体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从我个人角度来理解 反正我是可以 其他人可不可以我不知道 OK 对啊 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海外 想恢复中国国籍的人 可能也蛮多的 我估计 但是都比较麻烦 另外一个我觉得 大家呢有误解 认为啊 我一放弃德国国籍了 那原来我所交的那些 比如说养老保险 是不是全都没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没有选票 其他都和原来一模一样 我应该也不用交什么 很多很多的税吧 可能退级税可能要退级的那个税 可能200多欧元可能大概就这样吧 也不多 对吧 其他应该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很多是自己我们自己中国人认为的一些东西 对的啊没有变化 你交过就是交过 我不能投票选0的 对对他不会消失的 你交过就是交过 不会不会 对对 就是我不能投票选德国总理了 就这点区别 其实我也不选了已经过去几节 我都不想去选了 因为选与不选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他不会变化对吧 你看着还讨厌 还生气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们还没出门 我跟我老公选的不一样 我们两个人就互相抵消了 那你跟你老公在家会讨论政治方面的东西吗 有的时候会讨论 因为我自己做节目 有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些想法跟他说一下 有的时候跟他说的目的也是让我自己再思考一下这个事情 整理一下跟他说 然后比如说我不要去投票选举了 我就会说 比如说我就是不会去 我就要去选川普 比如说 然后他就觉得不可能去选川普的 怎么怎么样 然后其实川普最后那个就是到 最后我还是选的拜登了 那一届我还是选的拜登 因为川普不是说什么武汉病毒啊什么之类的 那个弄的我真的对他蛮有意见的 所以我最后是选的拜登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说我跟他选的人 尤其比如说州长啊什么之类的 正好就是相反的 就是他是共和党的 他是民主党的 我选的共和党的比如说 或者怎么样 那你想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两个人不是说 等于就互相就抵消了吗 我们这个去投不投票 就我们两个一起去投和一起不去投 等于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说是不是这回事 是的 那么如果是你们婚姻关系当中啊 你们俩那个选的党派不一样 那会对你们的婚姻的和谐产生负面影响吧 不会 不会 我们觉得他有他的观点 我有我的观点 我也不想去使劲的去说服他 对不对 他也不会想的要去使 其实你发现没有 说服别人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人家一般有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对 所以我要使劲 所以我也放弃了 我也不会想的去说服他 我只是跟他说的什么时候 就是说我都拿事实出来 你知道吗 我会跟他说 我今天做了一期节目 这个节目里头说到什么什么事情 你帮我听一下 我想整理一下 这个他会听的 然后听完了以后呢 很多的时候他还不发表意见 他会跟我说问点问题 这样的话帮我把节目做得更好 但是他不会说 你这个想法是错的 你那个想法 因为我跟他说的时候 我也是跟他说这个 比如说美联储 美联储今天早上 刚刚跟他聊过美联储的事情 我说美联储有这么正的 如何发美债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其实一听 你就知道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 你怎么能够让这些私人银行 自己去印钱 对不对 比如说 但是呢 我这种观点呢 我一般的就说 我说完了就完了 他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呢 就不同意 我不太会去说 你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去选举了 我不会是这么去跟他说的 一般的来讲 那么我理解他也是华人 对吧 他也会 不不不 他是美国人 美国白人 是这样子 他总的来讲 我老公是理工男 他不太 就是他不太关心政治 总的来讲 但是呢 他也不傻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他也有看新闻 只是他看新闻 看的往往都是很表面的东西 他看看题目啊什么的 我看的比较认真了 然后有的时候 我会把我看到的一些东西 拉出来跟他讲 你知道吗 当然我 接着聊到这个话题 我可以问你一下吗 我打断你一下 因为我怕我忘记了 就是说你们俩 在一起 然后这些年 你回过中国吗 回去过 我经常回去 我最近回去了 他也去过吗 他去过 六月份我们刚去过 一起去过 什么时候 六月份 今年六月份刚去过 今年六月份 那他去过很多次 还是只去过一两次 他去过四五次 三四四五次 那他去第一次和到现在 他对中国有没有一点 从想法来说有改变 你觉得 第一次 第一次其实他还 就是说 可能是真的不太了解吧 所以他 而且看到的是普通的人 他不是就听新闻了 对吧 我带他去的是我的亲戚 什么这样 他就觉得 我的亲戚会跟他说的 你知道吧 就是说 我的亲戚里面 也有不少会讲英文的 会跟他说的 说我们就说 比如说十年前 我们还是住在比较 脏乱差的地方 你看现在新买了房子 我们还挺满意的 等等 我有亲戚会跟他这样子说的 所以他自己能感受到 他自己跟我说的 他说等于就是说 在一代人以内 就发生了这么 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挺佩服的 这点事 就是 这一次我们去 就是说 我没有听到他说 跟第一次 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但是这一次 他是去讲学的 他是国内的大学 请他去讲学 那他就觉得 他就是更多的观察的是 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区别 你知道吗 因为他在这边 他也是大学里的老师 所以就是说 学校之间的 就是说 总的来讲 大家都对他很热情 那你说他还有什么 可抱怨的呢 我们住的地方 也都蛮好的 那个坐高铁什么 都很方便 坐飞机什么 很方便 对不对 只是在那个 就是四川 我们在成都换飞机的时候 我是觉得那个机场 是我觉得 那个成都的机场有点小 别人跟我说 人家这已经扩建的机场了 那就是成都还得再扩建 因为那个 我们要上飞机的地方 特别紧 就是等飞机的人特别多 那个有一小块地方 特别紧 就是唯一的我 我自己觉得 就是国内还有 就是继续在 就基建方面 还有可以开发的 更就是潜力还有 他倒觉得还好 我老公这个人 很能适应 他对什么东西 都很能适应 但是他唯一的一点 他就怕热 狼外 总的来讲比较怕热 所以我们去的 我觉得还好 而且我喜欢出点汗 什么的 我觉得挺健康的 他就觉得到处都比较热 感觉是就是这个 别的他没有什么 他都觉得中国发展的不错 然后各方面 他还挺欣赏 应该这么说吧 总理来讲他还挺欣赏 挺好 挺好 对 那你呢 我想问问你呢 你的那个伴侣怎么样呢 他有没有去过中国 去过好多次 去过大概五六次吧 第一次是1999年去的 然后上次去是去年 他也知道 只有中国的变化 所以他每次去中国之后 很惊叹 特别是这一两次去 很惊叹中国的发展 因为我是从中国 可以说是比较落后的地方 来到德国的对吧 他第一次1999年去的时候 去我们桂林乡下 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 我们回家要先飞到北京 然后呢 当时好像我们坐火车 回到桂林的吧 没有坐飞机 好像是坐火车 然后呢 我们从桂林 要坐三个小时大巴 回到我们的 那个我们县城 从县城呢 还要想办法 回到我们农村去 所以当时回去非常麻烦 而现在呢 我们就直接飞到广州 然后坐上高铁 就到我们 我们的县城了 然后呢 我们家就开车来 接我们回家 所以非常的方便 这一点呢 让他感到非常的惊叹 然后呢 中国的火车 一般来说呢 没有晚点的对吧 对对对 没有晚点 甚至还会提前 一两分钟到站 这德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德国一般来说 他的那个长度火车 都会晚点 所以这一点呢 他每次 一到中国之后呢 就会感叹 一个是中国火车 他交通的那个发达 另外一个 他会同时呢 骂 就骂德国火车 还没想到